歡迎來到靜轉全球 我是吳采尼 近一年半 台股從一萬三千點直衝兩萬點的大關 PTT上一堆網友說自己的荷包賺滿滿 還感謝台積電賜給大家財富自由 就連意大利頂級超跑法拉利的執行長都很有感 因為短短四年的時間 法拉利在台灣的銷量就翻了一倍 英國金融時報就報導 AI熱潮帶來的強勁需求 使得半導體產業成了台灣的造富機器 再加上全球的供應鏈重組 資金就回流台灣 台灣的有錢人越來越多 那頂級超跑的買氣也就跟著飆高了 出身半導體業的法拉利執行長維尼亞 他親口表示 台灣的需求成長驚人 就連中國跟香港都比不上 因為台灣很多的企業家 都搭上了這一波金片熱潮 賺了很多錢 而這幾年 台灣的私人財富 持續在全球名列前茅 以前老一輩的台灣有錢人 喜歡開雙B 但是現在普通的豪華車 已經滿足不了年輕一代的有錢人了 法拉利的台灣經銷商就透露 去年台灣超跑市場的整體銷售 大增了百分之三十 達到了一千三百輛 其中法拉利在雙門跑車的試占率 就達到了四成 而且不只法拉利 馬薩拉蒂 阿斯頓馬丁 這些頂級的超跑品牌 也都對台灣市場爆發性的成長另眼相看 我們剛剛說豪華車已經不稀奇了 現在想要炫富得買稀有的車種 過去三個月呢 法拉利的稀有車種在台灣的新車掛牌數量 高達了三十六台 等於一個月是平均十二台 同樣來自意大利的品牌馬薩拉蒂 同期在台灣的新車掛牌數也超過了三十台 還有藍寶堅尼跟英國的阿斯頓馬丁呢 近三個月在台灣的新車掛牌數量比較少 但是也都超過了十台 在這些超跑品牌跟許多跨國企業的眼中 台灣私人財富的上升趨勢是不容小覷的 而根據安聯去年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 台灣的人均資產淨值在全球排名第五名 人均金融資產淨值排名第六名 而造富的除了晶片 還有備受國際看好的台灣股市 EMTECH 它們是在18.5次 年初的數目的感應 這本就是不太貴 特別是純幻市原價格的 經濟市場評估 對於發貨的大量比真正的 科技可以看到台亂來产丁 地 grated上法國和台湾 我們都知道他們是財責的現代科技 我們還擔心 台灣的新車楼的氛客 robin24,000元 台股在今天的早盤 一度再創新高 但是紧接着就翻黑下跌 不少的投资人 已经开始居高思维了 但是更多人或许在担心 进场太晚 已经错过了台股 登上两万点的这一波 致富机会了 但是重量级的财经媒体 英国经济学人就指出 随着美国AI股 泡沫化的一律浮现 像是台湾还有南韩的股市 都是目前仍然被低估的市场 也就是说 比起相对昂贵的美股 在这一波AI热潮之下 台股还是有上涨的空间 2021年经济学人曾经说 台湾深受地缘政治风险的威胁 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但是他现在改口 肯定了台股的上涨潜力 而看好台湾的国际品牌 绝对不止经济学人而已 亲身浪享受贴备快感 百万法拉利吸引富豪买家收藏 近年台湾销售更堪称亚洲新秀 根据法拉利统计 在去年全球卖出了 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三台 年成长百分之三 不光是在台湾销售数字 就从2022年的一百二十六台 增加到去年两百一十台 几乎是翻倍成长 表现甚至超越了中国跟香港 法拉利执行长维格纳在金融时报 专访透露尽管中国销量有成长 但远比不上台湾 维格纳分析是因为有不少台湾人靠 晶片致富 加上疫情导致台商回流 台湾买家七到八成都是企业家 去年全台超跑卖出一千三百台 年增三成 而法拉利在两门市场市占率就高达百分之四十 不见得是所有人都是以晶片致富 那在这个几年当中 法拉利会卖的比较好的原因 其实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让这些富裕的族群 其实少了非常多 到国外高端消费的机会 布置法拉利 蓝宝杰尼在台湾销售也有大幅成长 有人分析是因为上一代成功人士 偏爱宾市BMW 如今转向收藏超跑 但销量能超越中国 也跟打摊政策脱不了关系 金片荒让台湾企业家 荷包赚宝宝 也意外成了超跑豪车的销售新热区 近新闻去 参谎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一连串的政策 把外商都给吓跑了 去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创下了三十年来的新低 今年前两个月继续下滑了 接近两成 北京在这个星期举行了 发展高层论坛 邀请外国企业的高层 还有财经大佬 企图要挽救外商的信心 而最新的消息传出 中国当局紧接着又发出了邀请函 邀请来访的外商 跟没有居民的最高层领导来见面 曾经出席去年十一月 习近平就近山晚宴的 美国企业CEO都知道 这就是要邀请大家跟习近平来会面 其实华尔街日报日前就爆料了 习近平是有意亲自接见 这些来访的外商 但是中国政府很神秘的 迟迟没有发出邀请函 所以有部分的CEO 在论坛结束之后 已经离开了中国 还有些人也已经安排好了行程 因此不是所有的受邀者都会去见习近平 那前往参加的 要不是本来在中国就还有行程 要不然就要临时更改行程了 而如果排除去年十一月份的会面 习近平上一次在中国 接见这么多的美国CEO 这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了 就是图上的这张照片 而星期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结束之后 打破了过去的惯例 没有举行闭门的总理座谈 而是由习近平亲自出面接见 除了展现中国笼络外商的急迫性 这也凸显了中国总理李强 他能见度越来越低了 他几乎成了习近平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 我们再来关心的是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社群媒体 今天终于借壳上市 让川普的财富瞬间增加了数十亿美元 不过川普或许最好 赶快把这些股票卖掉来 套现 因为选择权投资人 现在大举押注 这个社群媒体的股价 将在未来不到一个月 会跌到只剩2.5美元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的股价 恐怕有超过九成的下跌空间 一改在竞选活动上的自信神情 川普一脸严肃 面对令他头痛的金融炸弃案 川普大楼还差点被扣押 不过这对川普来说应该是好消息 25号纽约上诉法院决议 降低保证金 从天价的4.5亿美元 降到1.75亿 折合新台币56.2亿元 而且还有十天期限可以筹钱 强调自己还很有钱 个人或公司申请破产 也从来不是川普的选项 因为会大大破坏商业强人的招牌 不过如今川普可能就要迎来救命财 大大的英文字母T 是川普自己创办的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的logo 而Truth Social将并入 股票代号DWAC的空壳公司 马上就可以借壳上市 一下子多了折合新台币960亿元的股票 川普不怕付不出保证金 好消息不止于此 马斯克没有明说 不过许多华尔街和矽谷精英 却公开支持他 川普不再只有蓝领街及商艇 与拜登的大选之战 已经百热化 近新闻 曾英伟助教您报道 美国的飞机制造商波音 负面消息频传 严重影响了旅客 还有投资人的信心 在今年以来 它的股价已经大跌了超过两成 而面对外界的庞大压力 波音在周一宣布 高层人士大改组 包括了执行长凯尔宏在内 许多的高阶主管都会下台 而这个消息呢 也带动了波音的股价 在周一盘中 一度大涨了接近百分之四 接二连三爆出飞安事件 和制造问题后 也让内部的品管问题浮出台面 如今波音宣布 高层人士大改组 企图挽回客户和投资人的信心 在波音737 MAX客机 发生空中爆仓事件后 一连串的安全事故 不断 波音的安全管理 和公司文化也持续遭到质疑 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想避免 搭乘波音的飞机 如今除了执行长外 董事长和商业飞机部门负责人 也确定要辞职 负面舆论持续发酵下 现任执行长凯尔宏强调 内部将会好好解决问题 让公司重新回归稳定轨道 管理层宣布大换鞋后 激励波音周一股价上涨 预百分之一点三六收盘 来到一百九十一点四一美元 似乎也透露出外界还是对波音抱有期待 电视新闻 林志立 汪勇白报道 观众朋友你相信AI能够预测人的死期吗 在丹麦有研究团队以超过六百万人的数据资料 作为基础开发出一套AI模型 能够分析并且预测人生的各个阶段 会发生的事件 从你的健康状况到搬家移民 通通都能够预测 甚至还能够预测死亡的时间 研究团队就宣称这个准确度高达了百分之七十八 人工智慧浪潮席卷全球 成为近年最热门的领域 更广泛被运用在聊天机器人 还有绘图等 现在它又有新的可能 丹麦科技大学开发出一套AI模型 这套演算法和CheckGPT类似 利用六百万人的数据资料 来分析像是出身 教育程度 社会福利 以及工作选择等一系列重大变数 对于生命的影响 团队也特别选择了三十五到六十五岁 相对年轻的族群 进行为期八年的研究 并且预测四年后的死亡状况 没想到预测的准确度 竟然高达百分之七十八 不过由于全部数据都是来自丹麦 加上不同国家和地区 各有不同的经济结构 以及医疗系统 而意外死亡也属于无法预计项目 因此这一套模组 还没有打算向外开放 虽然预测结果惊人 但是专家也提醒民众 要多注意AI所带来的资料 隐私风险以及潜在危险 近新闻林自立周成为报道 台湾最近有不少的餐饮业者 纷纷宣布涨价 让外食族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像是有一家平价的 连锁日本料理品牌 就因为原物料 还有人事成本压力 把部分的品项调涨了二十块钱 日本知名的拉面品牌 也要从四月份开始 调涨招牌产品的价格 但是业者就强调 涨价是要帮员工来加薪 跟店价的调涨没有关系 浓郁拉面上桌 日本连锁一栏拉面 继前年调涨后再度宣布要涨价 四月开始拉面从一碗298元 涨破三百块 但业者理由是要帮员工加薪 因为现在慢慢的物价也在涨 可能未来也考量到 可能房租也会继续涨 我们人事成本增加了 所以我们可能也会有需要 拉面也调整一下价格 调涨时间正巧碰上店家上涨 就怕外界误会 一栏强调是因为员工要全面调薪 正值起薪从三万四调高到三万八 储备干部起薪调涨八千块 整体调幅超过一成 因为调薪而涨价 成功降低消费者反弹 可能会减少吃出来吃 我觉得偶尔吃可以 可是常常吃有点太伤荷包 不知一览 真线集团旗下定时巴 也被发现部分品项涨了二十元 照烧烤鸡腿套餐 从原本一百八十元涨到两百块 涨幅超过一成 外食涨价民众有感 但业者也无奈 网友po出自己开中式早餐店 却被厂商告知 四月店价调涨 所有面点类也跟着涨一元 肉包从十八元涨到十九元 馒头一颗十六元 让他直呼国发会明明说 店价涨一成 物价只会小涨百分之零点三 没想到厂商直接涨百分之五 今天就有叫蛋 然后一篮蛋一斤原本四十三块 然后现在变成一斤四十六块 对然后蛋商人也是说 因为电费要涨 所以他们蛋价也跟着一起涨 进货成本大涨四月 还有店家压力 业者无奈 恐怕四五月就得把成本转嫁到菜单上 消费者荷包也会更吃惊 近期会许川于家伟才能看到 美国跟以色列正式撕破脸了吗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通过了协议 要求加萨走廊立刻停火 除了各方必须要修兵 哈马斯等武装组织 也必须要无条件的释放人质 十五位理事会的成员国当中 有十四位投下了同意票 一向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弃权 不再动用了否决权来阻挡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对于美国背叛友谊的行为相当的不满 原定派出了代表团要访问白宫 也马上取消了行程 举手赞成投下同意票 联合国安理会二十五号 以十四票丑度通过 要求加萨走廊实现立即停火决议 连一项用否决权支持以色列的美国 也默默投出弃权票 决议案促请各方在戒约期间 马上休兵 实现长久且可持续的停火 而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 则需无条件释放人质 战争落幕曙光近在眼前 让加萨民众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决议嗤之一鼻 正在美国华府访问的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坚持立场表示 罗哈马斯不释放人质 停火协议想都别想 誓言消灭哈马斯的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则对美国投弃权票的背叛举动 深感不满 原本计划到访 美国白宫的以色列代表团 也直接被原地解散 对此美国澄清都是为了 以色列着想 以色列领不领情还是未知数 但消灭哈马斯的行动不曾松懈 二十五号仍在加萨两家医院 周围与哈马斯发生激战 表示找出更多哈马斯军火设施 还一举消灭二十多名恐怖分子 如今加萨百姓贫困潦倒 甚至被迫吃野草果腹 民众想尽办法夹缝求生 对停火协议恐怕早已不报 多余期待 美国 英国跟纽西兰政府 接力指控北京支持的駭客组织 对他们的国会议员 还有重要的机构发动了攻击 美国的联邦政府 昨天起诉了七名中国的公民 他们涉嫌参与中国的駭客组织 在大约十四年间 入侵了美国跟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 公司还有异议人士的电脑 去从事情报搜集 跟经济间谍活动 全球的受害者多达数千人 而英国也指控 中国害入了他们的选民登记系统 窃取了上千万选民的个资 那么纽西兰也首度指控 中国政府涉入 对纽西兰政府系统的 恶意网络攻击 发动大规模攻击 引发混乱 中国近几年不断强化 网络攻击能力 无处不在的駭客集团 全球都深受其害 英国副首相在英国国会公开指控 中国从2021年起 持续对英国选委会发动网攻 光是在去年八月 中国就取得英国选举人名册的副本 索性没有对选举造成实际影响 除了制裁两名个人 以及一个实体外 英国外交部也将召见 中国驻英大使要求说明 国会议员更批评英国政府 太久没有认真对待 中国的战略威胁 直言这是划时代的挑战 苏纳克强调 英国在资安能力等领域都加强投资 更阻止中国对半导体等敏感技术领域 进行投资 采取自我防护 确保国家安全 近新闻综合报告 中国跟菲律宾最近的关系陷入了紧张 中国的海警船上星期六 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 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补给船 还大阵仗地派出了直升机 我们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解放军的直升机 不断地在南海争议岛屿 中叶岛附近的礁石上来盘旋 试图要阻挠菲律宾的人员工作 菲律宾当局就宣称 当时他们的科学家 正在附近从事海洋生态资源的调查 结果遭到了解放军的干扰 菲律宾的外交部已经在昨天 召见了中国大使表达抗议 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 在同一天也在记者会上痛批菲律宾 那水柱当武器菲律宾补给船 与中国海警船23号又在南海狭路相逢 两天后事情有最新进展 1999年5月菲律宾派57号坦克登陆舰 在仁爱礁非法坐摊 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飞方立即拖走该军舰 20多年过去了 飞方的军舰还在原地搁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把薪酬救恨统统搬上台面 怒批菲律宾言而无信 中国驻飞大使馆已经向马尼拉提出抗议 菲律宾外交部也召见中国大使 抗议北京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北京也不跟失落 央视旗下频道欲冤谈天 上传海警船拦截菲律宾补给船影片 虽然菲律宾补给船船员 看到中国海警救急白旗投降 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也在微博跟进 嘲讽菲律宾挑逝的船只 以后应该先准备好白旗 非洲南海情仇越积越深 就怕哪一天一个不小心 真的擦墙走火 金雄瑶惠文 陈思寅报道 英国的凯特王妃 日前透过了影片 宣布自己狄哀 消息震惊了全球 有专家就指出 凯特在影片当中 穿着一件看起来很低调的条纹毛衣 想要用这种平凡的打扮 传达他在疾病面前 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也期盼外界给他更多的私人空间 身形略显销售 英国凯特王妃在影片中 公开自己离癌的消息 各界纷纷献上祝福 有专家分析 凯特穿着蓝白条纹毛衣 以日常穿着出现在大家面前 是想要透露自己面对疾病 就是一个普通人 除了王妃身份外 就是一位母亲及妻子 根据泰晤士报 引述凯特好友的说法 凯特选择现在拍影片 是希望娱乐能在复活节假期 发酵完毕 不希望三个小孩在学校 碰到太多困扰 凯特王妃年仅42岁 相当年轻 许多医生都对病情持正面态度 认为极有可能痊愈 现在恐怕是英国王 是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因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也在二月证实离癌 不过两人都积极面对病情 传出查尔斯三世 也将在复活节前的 星期四卓竹节 透过影片发表谈话 安抚明星 金新闻综合报道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半 请锁定八十六台 进转全球 节目最后带你到爱尔兰 看宗教庆典 进转全球 感谢您今天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锁定八十六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